我再跟大家说说我这个毛衣的编织过程 因为我前两天发了一个花样的编织 后来就有网友就问我 说这个领子怎么织 这个袖子怎么织 就问我 完了我想呢 今天我在这里一并把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回答了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编织过程 我这件衣服还是从上往下织的 从这领子这起针织的 起完针以后呢 我就从领子往下织 织的还是这种落肩绣 咱们就看一半 肩板这还是进行了这个引反针的这个织法 袖子这就直接织下来了 没加没剪 这没织那个绣窝 看见了吧 直接从这就织下来了 一直往下织 织到底去这 完了以后织的这个边收针 完了呢从榨海挑袖子 从榨海挑袖子织了 织完袖子以后织到袖口 完了收边 就是这么织了 这个编织过程呢 就是有几点呢 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它有花 你织完领子以后 你要把两边的帧数 而且它还要做引反 你要是不做引反 可能你对这个花还好一点 你做引反的时候 是针织上针还是织下针 这个你一定要计算好了啊 两边织的时候都要计算 你最后织织织从这个边上往中间织的时候 你才能织到这个中间的帧数不错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麻烦 我呢不建议大家按照我这个方法织啊 因为我试错了好几遍 就是我织这个肩膀这儿 试错了好几遍 我才把这个花形对上 所以说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按照我这个花形 这个方法进行编织 那么那个有朋友跟我说 哎呀我真是挺喜欢这个的 还问我这件衣服卖不卖啊 我现在目前来讲我的作品没没有对外那个销售意见 因为我想把我这一年来所织的这些作品 我要做一个合集 也许我做完这个合集的话 我可能把我的作品全部搁在网上给大家出售啊 现在来讲还是不准备出售的 那么这件衣服呢 我建议大家你要喜欢的话呢 你从下往上织啊 从下往上织 这样呢更方便一点 而且更简单一点 你织起来呢 更有这种乐趣在里边 因为织毛衣啊 它我感觉我织这么多人的毛衣 我就凭着一种乐趣在 我享受这种编织的过程 我不想让它就是编织的越来越累啊 所以呢就要找那种非常简洁的这种编织方法 这个呢建议大家从下往上织 这儿从底边这儿起针 起完针你就往上织 织了你这个袖子这儿的时候呢 你也不用加针 也不用剪针 还是织 只不过你织领子的时候 你要这点注意在哪呢 你要是注意 你这个肩膀 你这个这一半拥有多少针 你要做几次银反 你就这点稍微算一下 你比如说我做七次银反 那我可能就得织 二七十四十六行 你要注意你这个行数 跟你这个领子 需要有多高的尺寸 这个计算好就行了 其他的你就不用计算 完了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这个排花的时候 一定要要不就把这个中间 这个这个花 我建议你呢 是基数花 正好呢中间有一个花 不管是下针也好 还是上针也好 它正好对着领子的中间嘛 这样呢 你这个花形呢 也比较好看 这是第二点 第二第三点呢 你这个这个织完领子身以后呢 都合并以后呢 织绣的时候 你这个挑绣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这回把花给它对上 你看我这次 我挑完绣子以后 我这花是对上的 看见了吧 对上的 你不仔细看 它正好这花形 就衔接下去了啊 其实就这三点 你注意了啊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织这个领口 领绣边跟底边的时候 大家看我 我这个收的是 双螺纹机器边收的啊 这种边如果你要起针织的话 它可能那个弹性没那么好 所以你要注意 一定要不要让它弹性特小 穿着就不舒服啊 所以这几点你注意到了 你从下往上织 织一件 我想可能你这样织完以后 效果会比我这个还好啊 下面我再回答一个 怎么排花这个问题啊 网友问我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这个毛衣 不管从上往下织 还从下往上织 你一定要起这个花呢 就是中间这个 最有一个花形 是在正中间的 那么你怎么进行排花呢 就跟实际上 跟我们这个 织双螺纹是一样的 你把这个两针上 两针下 你看成是一组 对吧 那你就乘上 这一组的 针数的倍数 完了以后再加两针 那不就是 两边都是对称的了吧 对吧 我们排花也是一样啊 我们排花的时候呢 你从这个边上 这排花 你把下针跟上针 你看成是一组花 把它的针数 加上它的针数 下针的针数 加上上针的针数 算成一组花 这样呢 你乘上这一组花的倍数 那你看 你这么乘上 乘上它的倍数 完了以后 最后 我再加上 如果你是把这个 上针割边上 你就再加上上针的针数 如果你把下针割边上 你再加上下针的针数 这么来排花啊 那具体这个针数 或者这个起多少针呢 你要根据你这个 织的密度 小样密度 来进行测算 这样呢 你的这个花呢 就排的很整齐 织数的效果就更好看啊 下面我再说说 我这件衣服的乘衣尺寸啊 我这件衣服呢 是胸围是112厘米啊 因为这种衣服 我建议大家 让它穿上以后 有那种宽松感 不要裹在身上啊 一定要穿出宽松感来 所以说 这件衣服要织大一点啊 我这件衣服 织的是胸围 112厘米乘以尺寸 身长呢 是55厘米 这个绣围 这儿是14厘米 这儿 这儿挑完绣的 这儿是14厘米 可能我这个松紧度 稍微的多大了一点啊 这个绣长 是38厘米 你这个绣长 我一般织绣的 怎么测算这绣长呢 因为我好多衣服 不是给我自己织 所以我就一般就这样 基本上你 你合一下 合一下 你跟你的身长 你做一下比较 是长一点 还是短一点 你自己做一个比较 就可以了啊 就这么来测量 你这个绣长就行了 这个 我这个领围呢 织完以后呢 基本上这个宽度呢 是21厘米 宽度是21厘米 底边的宽度是7厘米 这底边的宽度是7厘米 就是这么一个大概的尺寸 忘了跟大家说 我这用的针根线了啊 我这件是用的是4.0的针织的 整个身是用的4.0的针织的 边呢 用的是3.0的针织的啊 边用的3.0针织的 领子我还是 因为我从上面织的嘛 领子还是起了120针 我基本上衣服呢 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针码来织 所以呢 就因为我不是给我自己织啊 所以我就想看一看 它这领子同样的帧数 用的不同的针 用的不同的线 织法不一样的话 织出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只是探讨这些织完的一些效果啊 这个是基本上这件衣服的基础的这个这个尺码 我这件这个小样的密度是 我不用的4.0针织的吗 是10厘米是24针 也就是说1厘米是2.4针 是3.2行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密度 那我这个衣服我到底起了多少针呢 我这个是前片起了是135针啊 因为我按照你的测 按照这个密度以后 再按照我我想知的胸围 量了量算了算 我的针数大概在140针左右 140针左右的话呢 但是我还要考虑这个花形嘛 所以我最后算完以后 我起的是135针 等于前后片都各135针 这袖子这儿呢 我是挑了五个花啊 12345 这袖子挑完五个花 我觉得啊 其实你要穿起来也还行 如果你喜欢那种特别肥大的袖子呢 我建议你挑六个花 从这儿开始挑 挑完以后这个袖子这儿 我这个袖子最后这儿呢 没怎么收针 所以呢 就有点这儿肥度就够了 只是这儿看着有点瘦 但是穿上效果也还可以 我只是说建议你要想要肥大的袖子 你就从这儿多挑出一花来 完了你这儿稍微剪一点 剪一点 这么直啊 也可以的 我这个起的135针 我是你看这边上啊 是下针做的边 那就是你看这是一组花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八组花最后加的这个加的下针的针数 所以我起了135针啊 如果你要是想这个边这点呢 是上针的 你就这么算 刨去这个 这是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那你边上这个 边上这边呢 你再加上你这个上针的针数 就这么排花啊 嗯 还有一点建议给大家啊 就是我这个啊 用的是六股羊毛线织的 我感觉可能要是加上一股麻海毛的话 织完效果可能比我这还好 因为我当时因为不在家嘛 就是身边没有其他的线 我就只是这么织了一下 我可能也许我会再织一件的话 就织一件加麻海毛的效果看看效果 如果大家要织的话 我建议大家加一股麻海毛 看看织完的效果 可能 我我想象的可能会比我这件织完效果 可能更好看啊